上午十一点多来验车的车辆 塞满验车厂门口动弹不得 得得不耐烦的车主全都下车 挤在服务台前 业者也面露无奈 有车主等太久直接倒车离开 气到不厌了 今天早上就是往路当街 是监理站 民众一直抱怨 他认为是我们在监厂的电脑需要更新 原来20号上午 全台监理系统大当机 连验车厂也受牵连 而且还连当两次 有民众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抱怨连连 业者也忙到连午餐都没时间吃 不止验车厂也有民众在高雄区监理所 打卡表示全台当机中只能等 苗栗监理站脸书po文 表示主机当机中各项业务都无法办理 今天公路监理系统M3系统在10点05分的时候发掘资料库异常 恢复正常之后在11点20的时候我们做资料库的恢复作业到12点40分再恢复正常 那我们中间有两段时间是在故障的状态 第一次当机大约53分钟后恢复 第二次资料库恢复整理又当机 直到12点40分才全面恢复正常 波及全台37个监理所站 高雄区监理所表示 当机期间人工收件处理好再挂号寄回降低不便 不过恰巧是过年后补班日 业务量也因此暴增 还好两个多小时状况解除 也让经理人员大松口气 记者蔡中逊高雄报道